烧烤加啤酒是夏天的美食之一 不过呢这本来是享受的事情 在河南驻马店那却起了冲突 驻马店市的团结路是烧烤一条街 从下午的五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每天有近万人前来光顾 热闹的气氛让商家喜笑颜开 可是临街住宅上的20多户居民却高兴不起来了 近临团结路的都市立井小区共五层 住了28户居民 楼下的大大小小的烧烤摊位有二三十家 油烟味划拳声让楼上的居民们痛苦不堪 虽然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双层甚至四层玻璃 但效果甚微 楼上居民从去年夏天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去年7月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高音喇叭播放广播 楼下商户也不甘示弱 双方上演喇叭大战 去年7月双方冲突升级 团结路所属的猪马店开发区管委会出面调停 取缔了碳火烧烤 要求晚上11点后 商户必须店内经营 不得露天摆摊 此后的两个月每天有执法人员到团结路巡查 居民和商户都把喇叭也暂时拆除 不过没过多久 随着执法人员越来越少 烧烤摊吵闹恢复 停息不久的喇叭对战再次上演 对于执法未能持续的问题 管委会解释说 市里没有专项拨款 仅靠管委会和街道办很难长时间维持每天大量的执法巡查 2006年 驻马店市政府在团结路设立天中特色美食一条街 当时附近居民较少空地较多 2007年 临街的都市历景小区建成冲突渐渐产生 针对居民楼里的餐馆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对餐馆的营业时间油烟排放和噪音分贝做出规定 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这些都离不开执法人员的监督 美食街喇叭对战再起 驻马店市政府已经知晓 目前还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调停取缔了炭火烧烤 要求晚上11点后商户必须店内经营 不得露天摆摊 此后的两个月 每天有执法人员到团结路巡查 居民和商户都把喇叭也暂时拆除 不过没过多久 随着执法人员越来越少 烧烤摊吵闹恢复 停息不久的喇叭对战再次上演 对于执法未能持续的问题 管委会解释说 市里没有专项拨款 仅靠管委会和街道办 很难长时间维持每天大量的执法巡查 近邻团结路的都市立井小区共五层 住了28户居民 楼下的大大小小的烧烤摊位有二三十家 油烟味划拳声 让楼上的居民们痛苦不堪 虽然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双层 甚至四层玻璃 但效果甚微 楼上居民从去年夏天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去年七月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高音喇叭播放广播 楼下商户也不甘示弱 双方上演喇叭大战 去年七月双方冲突升级 团结路所属的猪马店开发区管委会出面 烧烤加啤酒是夏天的美食之一 不过这本来是享受的事情 在河南筑马店那儿却起了冲突 筑马店市的团结路是烧烤一条街 从下午的五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每天有近万人前来光顾 热闹的气氛让商家喜笑颜开 可是临街住宅上的20多户居民 却高兴不起来了 热闹的气氛 热闹的气氛 热闹的气氛